哈喽你好我是向庆 作为一个设计师 你要怎么样快速的发想 我们今天用一个例子 能够快速的去做出 九种不同的变化 九种不同文字的变化 九种不同酒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 在我刚踏入设计这一行的时候 我的老板他是从国华广告出来的 他在告诉我们 他那时候在做创意指导的时候 广告公司有提出一个问题 来训练大家做创意思考 这个问题就是 椅子的50种用法 一张椅子 难道是看了周星子电影 折腾就是手边拿到的最强武器吗 当然不是 他是利用这种方法 来让你去思考 一张椅子 除了能够用坐着之外 还可以拿来做什么其他的用途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案例也是一样 这是99u99u.com 在Adobe去跟设计师做了一个 对话的一个平台 他的目标是打造创意社群 不管你是设计人 行销人 老师 工程师 艺术家 99u的目标就是帮助你 启发你开创不同反响的工作生涯 那每一年他会在纽约 举办一个conference 一个大型的聚会 现在你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去年的一个海报设计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何把一个单纯的文字9 做成一个不同的一个9的设计 网站上已经有八种的不同的9的设计里面 我们来试看看在以达缺的怎么样去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在以达缺的开启这个档案 这是我从刚刚那个图形抓下来的 原始的设计呢可能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圆形 一个矩形 那在这里面呢他就会利用一个建成的方法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成其实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善加使用它 它可以创造一个非常漂亮的视觉效果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点到这个图形 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填上一个建成 下面这个图形呢我把它往上移动一下 在工具箱里面我选到倾斜工具 点选到它之后呢向右拖拉 拉到你要的一个位置或者一个比例之后 你就手放掉 完了之后我再去套用第二个建成 这时候如果你要控制建成的方向 可以在工具箱选到建成工具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由左下往上去拖拉 它的建成效果就会跟刚刚水平的一个变化不太一样 然后把位置往上移动一下 拉到我要的位置 这样就OK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稍稍比较复杂一点 在这边呢又有一个建成 但是它巧妙地利用背景色 把这个建成的其中的一个颜色 设成跟背景色一样的黄色的时候 到时候就会有一个融入的效果 那我们在这边呢可以利用两个圆形 来做出我们这个9的一个符号 首先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先画一个大圆 在中间再画一个小圆 我要做出一个挖空的效果 所以我在这边用黑色箭头 选取到这两个圆形 在物件下选到复合路径 选择制作 这会做出我们第一个外层的圆 左边第二个我还是选择 跟刚刚一开始中间一样的小圆 但是呢我再画了第三个中型的圆形 我要做内层的这个9 同样选到黑色箭头 把左边两个圆形全取起来 到物件下选到复合路径制作 这样做出来之后 会变成两个东西都会是挖空的中心点 完了之后用黑色箭头选到它 拖拉过来 对准 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来选取我要的键层 完了之后 选到键层工具 拖拉改变我要的键层效果 然后选到黑色箭头 选到外面的圆 再点选到右边的键层 然后选到键层工具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控制中间的这个节点 我们可以靠近一点看 你可以控制它上面的色标 让这个键层红色多一点 或者是黄色多一点 然后当两个色标都往中间移动的时候 它的键层会一直到最中间的地方才会开始做一个键层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色标移到最旁边 你可以看到 它会是比较接近我们刚刚讲第一个9的那种键层效果 是一个比较缓和的 从红色建成到黄色 但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要做的是中间比较剧烈一点的变化 所以我们把这个色标 红色的部分稍微移到中间一点 黄色的部分也往中间移一点 所以它等于在中间这个地方做一个比较剧烈的改变 完了之后 我们只要把这个底色的色盘 再用滴管工具把它吸色上来 你就可以看到 那刚刚这个颜色它就自然融入了在我们这个背景上面去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9的下方这个切割是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来到简直下选择外框 来看一下左边 其实这上面跟下面是一样的 都是切成四个色块 只不过上方呢已经做了甜色 好比说最右边这个就是一个黄色 左边呢是一个红色 上方跟下方两个三角形都是一个建成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切割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先来看 原始的设计是一个简单的矩形 我们把这黑色矩形用黑色键标选取起来 然后呢到工具里面选到倾斜工具 把它向右倾斜 第二个我们要切出我要的样子 我这时候就用笔工具 在画面上开始去做一个切割 开始单响 单响 单响 完了之后我去换一个颜色 再来 上方我压住这个切割 单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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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个颜色 让各位看得清楚 好了 所以现在我已经有 这样子的一个色块 我就可以用黑色键头选取起来 到视窗下 选到路径管理员 选到里面的分割 完毕之后乍看之下好像是一样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就用白色的直接选取工具 在旁边先点选一下取消选举 然后呢点到旁边这个位置 到编辑下选择清除 再做一次 下方呢也是一样 只要是在外围的这个地方 我们都把它清除掉 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填色的动作了 点到右边的这个黑色部分 选到我要的黄 点到左边部分 选到 设定我要的红 然后这个 最下方的这个地方 去设定成建成 上方这个地方也设成建成 接下来我要做的 就只是在去控制建成的方向 调整成这个样子 然后一旦 当我把这个东西 移到 我原来设计上 由于它本身的一个颜色的设定 跟背景是一样的 所以看起来就会像是 融入在整个环境里面 变成一体了 最后有个小技巧 再把中心这个圆 在物件下 选到排列顺序 选到一字最前 这样子 看起来就跟原来设计一样 好啦 这就是今天设计九成九 如何把一个文字的九 做出各式各样的变化 在今天的影片里面 我们介绍了八种变化 那第九种呢 就留给各位自己去发想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选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每当有新影片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接到通知 不会错过新的内容哦